欢迎大家来到苏恒的全球观察 让我来分享我所观察到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有非常多的区域型的国际组织 举例来说像在东南亚国家就有东盟 阿拉伯国家则有阿盟 欧洲有欧盟 而非洲大陆的这块土地上面 则是有非盟 没有错 今天我们大家就来谈谈 在2022年的时候 世界人口突破了80亿 非洲就贡献了14亿的人口 而且许多的专家在估计 未来的非洲人口将会持续的增加 很多人在讲 这个世界未来的发展将会在非洲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陆跟美国两强的竞争 世界各国都是他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由非洲55个国家所组成的非洲联盟 当然也会是他们积极耕耘的地方 大陆在1996年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就前往非同的总部去访问 并且发表了重要的一个讲话 并在2000年的时候 大陆为进一步加强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和非洲国家及非洲联盟 共同成立了一个叫做中非国家论坛 这个论坛定期每三年会举行仪式 2021年的时候 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卡 举办了第八届的部长级会议 而美国在近期也开始展现他们 积极拉拢非洲国家的一个态度 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欧巴马 就邀请了非洲联盟的成员 前往华盛顿进行美非峰会 在睽違了八年之后的2022年 又再次邀请了非洲联盟到华盛顿 进行第二次的美非峰会 在这次的G20的会议上面 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和马克宏 也都表示说愿意支持非盟加入G20 拜登也在这一次的美非峰会当中 表示说他也会支持非洲联盟加入G20 并且宣布在未来的三年期间 向非洲提供550亿美元的经济 卫生和安全的援助之外 美国总统拜登在峰会上面的演说中表示 美国将会投入3.5亿的美金 促进非洲参与数位经济发展 那究竟这个非洲联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组织呢 其实非洲联盟简称为非盟 是由非洲55个国家所组成的一个 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它主要的宗旨是在促进非洲国家之间的 合作和交流 以推动非洲的国家经济 社会和政治上面的发展 它的人口数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已经突破了14亿了 那因为部分的会员国 它没有公布它的这个经济数据 所以2020年我们所查到的非洲联盟的GDP 大概在2.37兆美金 那根据2014年的数据显示 当时非盟的人均GDP 只有3568元美金 所以虽然非盟的会员国人数非常的多 我们刚刚提到了它有55个国家 但是却有40个国家处于一个赤贫的状态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比如说像是22个阿拉伯国家所组成的这个阿蒙 还有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盟 以及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盟 35个美洲国家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 这些区域型的组织有的是因为它手中握有非常重要的资源 比如说像石油、天然气这样子的一个能源 那有的则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有的则是因为它有大型经济体的加入 所以这些区域型的国际组织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唯独非洲联盟 它一方面真的是因为它太穷了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在非盟当中有许多的会员国陷入了内战 在这样又穷又弱的状态之下 非盟的话语学可以说是在国际当中是最弱的 非盟的前身在1963年成立的一个非洲统一组织 在2002年的时候它又把它改组成为一个非洲联盟 它是一个集军事、经济和政治与一体的全非洲政治实体 他们计划在未来要发行共同的货币 要去联合他们的防运能力 以及成立跨国家的机关 希望能够去减少非洲内部的武装战乱 以及创造一个有效的共同市场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能够到非洲去投资 最终的目标他们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非洲共和国 那非洲联盟的领导机构 其实包括议会、委员会和秘书处 议会就是这个非洲联盟的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 由非洲联盟的55个国家的领导人所组成 那委员会则是非洲联盟的这个执行机构 负责议会的整个日常的管理工作 而秘书处则是该组织的一个行政机构 负责协助议会和委员会执行他们的一个职责 非洲联盟还设有观察团和特使 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要在国际社会当中 要去代表非洲联盟的利益来去为他们发声 来为他们争取他们应该有的权益 举例来讲就是这一次G20 作为G20当中唯一一个非洲成员国的南非 他在G20开会之前他就宣布 他要推动非盟去赢得G20的席位 而担任非洲联盟主席的赛内加尔总统 麦基萨勒在今年受邀参加了G20的峰会 他在10月份的时候 他就已经呼吁了对国际治理框架 将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要求在G20或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中 应该要增加非洲人的代表性 非洲联盟组织法当中 其实就已经把非洲国家 他们对于这个非盟未来的期待 他们都讲得清清楚楚了 他们希望借由一个团结的非洲 能够在国际上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谈判空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55个非洲国家的力量其实非常的渺小 但是当他们团结起来 就可以成为一个庞大的力量 他们借由那个力量和话语权 就可以去跟国际上面 不管是跟像大陆美国这样子的强国去做谈判 或者是说在国际组织上面 去争取他们的权益 同时他们也希望借由一个 上位被开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市场 来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来对他们投资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 虽然这个非洲联盟野心勃勃 可是它却是一直不被国际所重视的 比如说像前美国总统川普 就把他们称作为粪坑国家 在这几年当中 也只有中国大陆是重视非洲的 在2021年的时候 大陆跟非洲的贸易额 已经到了2500亿美金 可是看看美国 美国算是在2014年的时候 欧巴马总统就已经表达说 要增加他们对非洲的贸易 可是在2021年的时候 美国对非洲国家的贸易却只有600亿 在白宫记者会上面 非洲记者还当面抗议 白宫发言人对他们的一个漠视 前非盟驻美国的官员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还大骂美国 认为美国对他们一点都不尊重 从这些的这些案例你就看得出来 其实非洲联盟对于美国有很多的不满 那非洲联盟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也提出一个自己 对于未来非洲的一个愿景 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叫做2063议程 我们希望的非洲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报告 在这份议程当中 就将规划了这个泛飞网路 建立非洲金融机构 建立非洲年度经济论坛等等 那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够去创造一个叫做非洲护照 能够让他们的人员去自由流动 建立非洲的大陆自由贸易区 建立综合高速列车网路等等 他们将为自己未来50年后的每一个目标 拆分成5个10年计划 希望能够逐步的往他们所期待的方向去迈进 非洲是世界的第三大洲 人口数目前则是排名世界第二 他的中位年龄非常的年轻 只有19.7岁 许多人认为这样子一个人口数庞大 并且年轻的非洲 将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未来若是非洲的发展 可以按照非盟他们所规划的 将非洲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 而且既能够保障人权 又能够消灭非洲内部的战争的话 未来非洲势必将会成为 各方资本抢着进驻的市场 可是看看如今的这个非洲 他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还是贫穷 饥饿以及内乱的一个非洲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不管是资本的支持 或是基础建设的支持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就想问问看大家 在非洲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各位愿意去非洲去投资开发跟生活吗 各位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留在我们下面的留言区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 这里是苏恒的全球观察 让我们下周见 拜拜